这一天午后 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 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一片 惨烈的哀嚎之时 这位老皇帝他听见了吗 当这群族天还环绕在西前的孙子 衣冠不整泪流满面地 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 老皇帝看见了吗 我们可以想想 即便李渊把自己 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 即便他用力地捂上自己的耳朵 他再紧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十个孙子血光飞溅 人头落地的那一幕 还是会执着地浮现在他眼前 而那生生气力的惨巧 同样会毫不留情地 钻进他的耳中 落在他那早已不堪附和的垂老的心上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人间志同莫过于死 何况这个白发人昨天还是这个帝国独一无二的主宰者 手上拥有着生杀欲夺的无上权威 何况这些黑发人 何况这些黑发人昨天还是帝国的天皇贵胀 身上流淌着天下最高贵的皇族血液 可是一夜之间 这一切已荒如隔世 这个最高主宰者已经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 而这些天皇贵胀不但已经人头落地 而且全部被开除了皇级 这样的失落和反差 就尤其让人难以面对 尤其的让人无力承担 此刻 丽渊坐在太极宫中 那仍然属于他的一房玉榻上 他目光七处而迷离 面容苍老而疲倦 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 他根本就无能为力 就连身子下面这房玉榻 他还能坐几天 他都不知道 他还能怎么办 他最遗憾的事情 也许是没有见到 这两个儿子和十个孙子的最后一面 也许在这些儿孙的心里 这也是他们仓促离开人世时 最大的遗憾吧 如果 你们纠结不散的冤魂 触定要在太极宫里徘徊和飘荡 那就再来和朕见上最后一面吧 不管你们是带着满身的鲜血 还是带着一副可怕的幽冥之状 都请你们 如梦来吧 与其让朕辗转反侧 夜夜难眠 还不如来到朕的身边 意图你们那最深的怨恨和不甘 倾诉你们那无尽的伤痛和气狂 最后 希望你们的灵魂 能从此安息 朕已经老了 不需要太久 就会过去和你们相伴 等朕百年之后 希望上苍垂眯 能够让我们的灵魂 永远地团聚在一个快乐 安宁的地方 团聚在一个没有纷争 没有阴谋 没有杀戮 没有死亡的地方 人死后 有没有天堂 这没人知道 此刻的长安人 唯一知道的就是 直到东宫和齐王府 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这场杀戮 似乎还没有终结的迹象 杀完了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 秦王的部将 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 一百多人 急没他们的财产 御赤静德 竭烈地反对 他说 一切罪恶 只在两个元凶 既然已经诛杀 就不能再扩大打击庙 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 林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 于是屠杀行动 才宣告终止 同日 李渊下诏 大赦天下 并称 凶逆之罪 止于建成原籍 欺与党羽 盖部追究 朝政事务 一概交由 秦王裁决 六月五日 冯丽和谢书方 主动投案 薛万彻仍然在逃 李世民不断宣传 他的宽大政策 薛万彻 才回到了长安 李世民说 这些人 忠于他们的主人 是义士 于是将他们无罪开示 六月七日 李渊正式册封 李世民为皇太子 并下诏重申 自今日起 无论军事政治 以及其他一切大小政务 接交由太子裁决之后 再行奏报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 胆识和魄力 一举扭转千坤 剪出的政敌 取得政变的成功 而且 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 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 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大唐帝国的历史居然掀开了新的一夜 这崭新的一夜 是如此灰红而绚烂 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英红的血迹 很快就会被新时代喷勃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 然而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 注定成为了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 也注定要成为礼堂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 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 是一座灰映千古的封碑 那么他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漆漆的坟种 那坟种上写着三个字 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 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幼的儿子 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 才可能看清楚武德九年这个流血事件 是怎样深深的纠缠着李世民的一生 福备备礼为义 天地所不容 欺负逃君 人神所供怒 往事无子 今为国仇 生为贼臣 死为逆鬼 无所以上溃黄天 下溃后土 探玩之声 贞观十七年 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 当第五子齐王李佑 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 唐太宗李世民 凤然提笔 写下了这道谴责李佑的手照 书必 李世民悬然气下 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佑的悖逆之举 感到痛心疾首之外 李世民脑海中 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 当他颤抖的笔目写到背里为义 弃腹逃君 天地不容 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 他的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 深藏已久的灿悚和愧疚呢 而上灿黄天 下溃后土这样的感叹 除了是替李佑感到羞惨之外 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呢 而那姗姗而下的泪水 又岂止是为齐王李佑一人而留的呢 无独有偶 齐王李佑刚刚扶朱 这一年四月 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成前的谋反案 太子失败后 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太的夺敌阴谋 悲愤莫名的李世民 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 朕闻生育品物 莫大乎天地 爱敬王吉莫众乎君亲 魏王太已成前虽具长敌 久禅刻样 潜有待宗之王 弥思孝义之责 朕至存公道 意在无偏 两从废处 非为坐则四海 一乃一饭百代 随后又对侍臣说 我若立太 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 而今太子失道 藩王窥伺者 皆两弃之 传诸子孙 勇为后法 此后 太子李成前 被废为庶人 流放前州 魏王李太 则贬为顺阳王 牵制了君主 当这种同根相间 骨肉相残的惨剧 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 重演的时候 历史惊人的相似 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 从某种意义上说 因为担心被李太所图 所以特与朝臣谋 自安指导的李成前 就是昔日的李建成 而前有夺狄之意的太王李太 则无异于就是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 此时的唐太宗 才会痛定思痛的对后世的李唐皇族 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 那他的前台词就是 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 爱敬君亲的孝义之责 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 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 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 从今往后 不管是太子师道 还是藩王寄予处军之位 一概要被贬除 并希望以李成前和李太为前车之剑 从而一犯白代 传诸子孙 永违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 郑重要求 后代子孙 所遵循的规则和法则 其实正是当年 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 实意 事宜 角色的不同 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 但是李世民在处理 李成前和李太一案时 他心中肯定横跟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 对儿子们的谴责 越是严厉而痛彻 对爱敬军亲的效益之责 越是推崇和强调 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 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诚如学者所言 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难的苦斗 对他本人来说 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 李世民和他父亲的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 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 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工业的过程中 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以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敌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 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 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 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 世兄杀地逼负徒职的负罪感越是沉重 他从造福设计苍生的事工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 也就越加的强烈